印巴局势进一步恶化 最近印度与巴基斯坦交风中节节败退 让印度梳及了眼直接以洪水为武器 由于历史的种种问题 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持续了百年 已经到了不能轻易调停的地步 因为克什米尔的冲突问题 印巴进去局势逐渐升级 在军事实力上 印度武器叫巴基斯坦来说先进不少 但印度只是在刚开始不宣尔战时尝到了一些甜头 巴基斯坦却只是想着虚势宁人 大势化小 但是印度却指巴基斯坦的外交措施不顾 一心只想着控制克什米尔 所以在接下来的对峙中 巴基斯坦都是乘胜追击 印度一有行动 巴基斯坦就会有对策 印度反而气势大减 近期印度率先警告巴基斯坦 称印度一直遵循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但是印巴问题要是长此以往得不到解决的话 印度不会排除对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 巴基斯坦军方公开表示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 印巴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引起核冲突 并直接了当地指出 克什米尔绝对是一个核引爆点 对于巴基斯坦的回击 印度似乎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继续对巴基斯坦不宣而战 但是巴基斯坦军发起了反击 8月17号 印度率先在克什米尔时空线上 对巴基斯坦发起猛烈的炮击 但是巴基斯坦掏出红线8 一举反败为胜 8月20号 印巴双方再度在停火线上交火 但是印度毫不意外再次落败 印度的节节退败 让印度舒及了眼 直接将枪口对准了巴基斯坦的平民 据巴美报道 印度公然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打开了大坝的水闸 并向苏特莱结河放水 导致苏特莱结河的水位不断上升 直接导致巴基斯坦遭遇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据悉 印度直接以洪水为武器 没有给巴基斯坦任何的防御准备 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的百万人民 遭受不可避免的灾害 释法后 八方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 但是不管两方对战情况如何 民众其实是最无辜的 而印度藏无人道的做法 再次让无辜的群众受苦受难 谁能载舟亦能复舟 印度这样的做法 还想将克什米尔据为己有 简直是痴心妄想 很显然 印度已经在克什米尔彻底失去了人心 8月22号 外媒有消息称 巴基斯坦已表示 要将克什米尔的争端问题 提交国际法院 让国际法院出面 解决印巴冲突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